让我在英国航空公司被种族歧视了 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 再也不会跪下去 西人乘客只是要求他调下椅子而已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结果抹粉却上升到了乳华这个事态上 大家好 我是大树 小粉红又来搞笑了 最近有一个暴走的抹粉 在乘坐英国航班时 因为椅子靠得太厚 后面的西人乘客就腿伸不开 所以要求抹粉把椅子调前点 结果就因为这么个芝麻大小的事 抹粉竟然感觉自己受辱引发大战 那么西人乘客到底有没有乳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 看看这个超级搞笑的视频 现在我在英国航空公司被种族歧视了 看我怎么反击 你这些地团要是广度的 你能明白吗 为什么我会写起来的 有什么事 我没有做对 我没有做ニュー 我会写起来 我从哪里 你觉得你个人是吗 我从中国 我看你笑 你笑我对我认为我认识 我认识 你笑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是很喜欢价格 你会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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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什么问题吗 你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会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我会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你对其他人怎么样 我会有什么问题 我是中国人呢 我会让你把椅子抬起来一下而已 我是中国人 我中国人 你中国人不问 你为什么会中国人 为什么一开始就把摄像头举起来呢 没问题了吗 你不是也在录像吗 你也在录像吗 是没看的 哇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们都停止了 你为什么 对 对 我刚才协调了一下 他别滚了 他别滚了 我怎么不欺负 下飞机了 等警察过来 现在去警察局的路上 到了警察局之后 警察看我们的手机 你猜怎么着 因为我手机是中文的 他们看不懂 他们让这个女的来看 这女的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他说我不说中文 我 我当那个火 我 你来了你知道吗 最卖国贼 我想告诉你的是 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 再也不会跪下去 当着 泰国人欺负他 你同胞 然后到警察局 说你不会说中文 我 我当时我的邀游手机 第二个手机 我决定录下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英国男的说 这个视频千万不能让他领导看见 他说他在中国上班 如果领导看见的话 肯定会把他开除的 也知道你做的不对啊 啊 然后他们还威胁我 让我删视频 但是我跟他们说 这个视频我不可能闪 他们后来把我关到小黑屋里 然后在外面查我的手机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不会因为这个害怕的 幸亏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就开始上船到云 然后到警局的那一刻 视频刚好全部上船完成 说如果我不闪视频 他们会一直在这等着 一直在这耗着我 直到我下一个航班起飞 把我下一个航班要延误 然后过了十几分钟 警察就让我们都走了 后来航空公司 给我发了一张这个 Return Warning啊 一张警告 说我在飞机上 有大声喧哗的情况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 再也不会跪下去 我不是任何人 见他们的罪人 此次事件的英国人 还有他的中国女朋友 我希望你们从中也能学得教训 请你务必平等待人 杜绝种族歧视 这个视频的视角呢 毫无疑问啊 是抹粉的一面之词啊 那真实的情形呢 也不难判断啊 就是这个西人啊 多次要求抹粉 把椅子调前点啊 但是抹粉呢就是不调啊 所以呢我们大概率啊 可以猜测抹粉当时的心境啊 为什么他会觉得辱滑啊 第一呢就是他觉得他睡得好好的 然后突然被人叫醒啊 而且是多次要求啊 调椅子 所以他感觉非常不爽 第二呢是他觉得这个椅子啊 本来就是可以调前调后的啊 这是他权利的一部分 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调啊 只要打不死他就不调啊 而至于说为什么这个事啊 会扯到区别对待啊 其实完全是因为抹粉潜意识中的 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在事件中占点理啊 因为抹粉非常清楚 如果把椅子往前调这么一下啊 这事就解决了是不是 但是呢让抹粉啊非常抓狂的是啊 他和对方讲道理 对方竟然不听啊 甚至呢他把自己是中国人的底牌 给亮出来之后 对方呢还不依不饶啊 那么要想自己在理啊 你就得一口咬定 对方是区别对待自己 对吧 那另外呢啊 视频中还有几个点啊 也是造成抹粉 玻璃心破碎的根本原因啊 你就像这个西人乘客说的啊 你以为你是谁 其实联系上下文啊 西人说的意思是啊 我为什么要针对你呢 你以为你是谁 你屁都不是 我为什么要针对你呢 没想到呢 抹粉突然就说自己是中国人啊 那我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回答哈 任何人都会招架不住啊 你不但是觉得好笑啊 而且是超级搞笑对不对 因为抹粉的这种回答 就显然是驴唇不对马嘴嘛 而且跳跃的维度太大了啊 你世人都会觉得搞笑对不对 而且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嘲笑抹粉的智商 对吧 而后呢抹粉呢就把这个事啊 直接扯到了种族歧视的这种高度上 对不对 所以呢西人乘客就觉得更搞笑了啊 这智商还是硬伤啊 正因为这个抹粉不宜不饶啊 所以反而给人带来了一种诋毁 恶意挑衅 甚至是没事找事的感觉啊 因此呢 这个西人才怼这个抹粉啊 然后呢还有更更更更更更搞笑的是啊 就是这个英国乘客 旁边有个讲中文的女的啊 那抹粉在视频中强调说 这个女的说哎呀啊 就代表着骂她了啊 而且呢写了这个B牌坊是吧 然后呢抹粉就辱骂人家啊 说的很难听 所以这个女的一下就怒了啊 这女的也感觉非常委屈啊 就觉得不可理喻啊 然后呢女的就自问这个抹粉啊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举起手机拍摄我们 然后抹粉呢马上就强调说 哎你不也是在拿手机录我吗 可是问题的关键是抹粉先拿手机拍的别人 所以显然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呢 这个抹粉啊就是在强词多理 在颠倒是非黑白啊 因为西人乘客只是要求她调一下椅子而已啊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 结果抹粉呢却上升到了辱华这个事态上 另外啊这个西人旁边坐的这个中国女的啊 不是她的女朋友啊 而是她的未婚妻啊 而且呢从这个女的口音来讲呢 我大概率可以猜测她是海外出生的英文母语者啊 所以呢在飞机上啊 她面对对面的这个中国同胞啊和自己的未来老公 我觉得她是做了一个理性的裁判啊 所以呢她最后才怒到啊 停止你们两个的幼稚行为啊 就是把这个事情整个结束了 那么这个女的为什么要说停止你们两个的幼稚行为呢 因为这个椅子就是可以调前调后的 人家把椅子调后 但是你去要求对方把椅子调前面啊 人家不接受也无可厚非对吗 可是呢她老公呢就是要跟人家杠啊 所以呢她才觉得她老公呢也非常幼稚啊 那至于抹粉啊那简直就幼稚到无边了对不对 要说这事啊其实也很好解决啊 你想把椅子调整或不调整 其实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心态和个人的素质啊 其实就是说她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但是抹粉恶心的行为呢 就在于明明她最开始是有些占理的 可是因为这个玻璃心啊 所以就把一个芝麻大小的事啊 搞成了辱华的国际事件 因此呢而遭到了所有海外人的不解与厌恶啊 所以对于抹粉来讲呢 她的玻璃心是受辱的 就是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因为她觉得非常的委屈 但是呢她却不知道啊 她这样的行为在任何的正常国家里来看 都是有病的 就跟伦敦小粉红的咆哮哥啊 是一样的啊 大声吼别人 Don't touch her 硬生生的把这个事情啊 扭成了骚扰事件啊 我觉得这个事啊 其实大家都有问题啊 但是抹粉的问题更为突出啊 而且抹粉辱骂人家未婚妻啊 你说你就这样的行为 你要是在中国大陆的话 你是不是被打了好几百遍了啊 如果你被打 你上哪拍视频啊 你上哪找道理去讲 对不对 也正是因为她在海外啊 所以大家呢普遍也都能约束自己啊 她才免招被打啊 此外呢我们再说说这个自称是国人的女的啊 为什么在最后啊她要做一个假证啊 说她不会说中文啊 其实这个动机非常简单啊 就是要保护她未来的老公嘛 对不对 因为这事都已经闹到了警局里了 对吧 所以人之常情 但是这个事件 抹粉的恶心的点就在于她把这个自称是国人的女的啊 塑造成了一个从阳媚外的国人 就像是左手楼老外 右手喊爱国啊 所以她才说 有力排放 其实言外之意呢 这也说明很多抹粉 她根本就不把海外的华人当成国人 这是很多海外的华人 还根本意识不到的根本问题 最后啊 这个抹粉还透露了一个 让我觉得非常搞笑的事情啊 那就是她说 这个西人在中国工作 她叫抹粉啊 不要曝光自己 从而影响其在中国的工作啊 我觉得啊 如果这要不是抹粉编造的事情啊 那就是这个西人 有点作见自己 召见自己啊 你说你都有理了啊 你还为了这份工作 都可以这么孙子啊 确实这也说明她非常适合在中国发展 也很适合这份铁饭嘛 所以呢 经过这个事呢 我也在思考啊 假如中国啊 真的有朝一日成为了世界里的老大 那么抹粉是否会越来越霸道 越来越无赖 而正常世界里的人 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懦弱 变得虚伪 变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接班人呢 兄弟妹 让我们黑结了好吗 好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